Hi Emma!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要跟大家来做椰子碗 那首先我们就需要一个老椰子 老椰子是咖啡色的 如果你是想要椰子水的话 是要选青森那种白白的 那我们用这种的菜 可以做出黑黑的椰子碗的样子 所以我们今天就会把这个变成这样 如果你是在台湾或是任何人 本来就有椰子的话 找这种比较老的 然后你就会需要发它外面的那种 像这个是我第一个做的 我是在台东跟野女郎 大家如果在台东可以去找它 然后也可以学到很多海岛文化 然后这个是比较小的 因为那时候我就是用树上掉下来的椰子 所以就没得选外形 你就只好蒙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它 那个外面的fry比较有多厚 所以这就是做椰子碗 手工的有趣 那如果像我是在市场买的话 你就是去挑你喜欢的椰子外形 然后最好挑它底下 比较稳的 不然因为椰子每一个都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没有挑到它下面比较稳的 它就会比较晃一点 你装失误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好 那首先在工具方面呢 我们需要这一种锯子是打开椰子外壳用的 你也可以选择用你有的任何工具 挖水果皮的工具在挖椰子肉的时候用 打磨外壳用的沙子 不用再摆 最后上面我使用的是椰子油 我们就先需要把这些剥开 剥开之后呢 你就会找到这个布希肺 你看眼睛还有嘴巴 平常不会有这一颗 它大概就是跟眼睛那边长一样 这个也是比较脆弱的地方 你就给它用力搓一个洞 正常就是给它搓 就会像这样 往下搓用力转 就可以先倒出椰子水 倒完椰子水之后 我都会先把外皮处理一下 比较方便我们等等去做记号 外壳的这一层都是很好的肥料 它们有很多用途 看这里呢 是要找到适合你想要的高度 然后把它拼过去 就开始了 哇 这太高了 啊 好 画一个圈 大概就好 这样就画好一个圈 气号画好就可以抬勾勾 看到椰子的肉了 白白的 看到这里就可以转到其他位置去继续割 然后 刚刚插过后 你就可以 一把比较厉害的剪刀 或者是 用这个也可以 我只是想说它比较厉害 然后你就把它找到位置给插入 然后你就可以 插进去之后就可以看 转 然后它就 出来了 开心了 你也有可能打开遇到这种情况 请不用担心 就是正常去肉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 煮椰子肉 这个也是最难的部分 先休息一下 这个时候呢 我需要大家拿你的刀子 在肉的那边 给它 刮 刮一点横 所以让它比较容易 就是一块一块的 掉出 啊 看我的头 比较容易 出来 然后我们再用这个 给它这样 就是这样一点一点 不要拿出来了 嘟 去完盐 yours 可以用砧板打磨 用了三張這樣 磨好了 最後的部分就是抹一層椰子唷 最後的部分就是抹一層椰子唷